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大浦东》里面扮演的角色叫赵海英 他是上海财经大学的学生 是从86年开始演起演到今天 我本身又喜欢个人成长史 喜欢人物传奇 又带有一些传奇色彩的这么一种感觉 我觉得挺过瘾的 很了不起的这么一个角色 我们广汉对永康公司有绝对的信心 而且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 和最新的金融资讯 不仅是双赢 而是未来前景一片大好 我本人喜欢有跨度感的 演起来很过瘾 有不同年龄段的 有青涩的 有成熟稳重的 还有黄昏的这种感觉 它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 我们还是谈女朋友吧 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长得漂亮吗 挺漂亮的 她叫陈梦磊 因为这个说现代戏 其实不是特别好演 因为你骗不了观众 你跟观众离得很太近了 大家就这个太假了 这个演的不对啊 说实话当时底气非常不足 我是北京人 但是这次演的是个上海人 因为两个地方的地域差异 还是挺大的 当时我第一个提出来的是 不会让我讲上海话吧 我说我不会啊 我是十几岁 从北京随着家长 到了这边 所以你有北京的地域性 也是正确的 孙漫玛 春生哥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明天去看看他 你春生哥 马上就要转到农场去劳动了 以后去看他也不方便 我们这个戏 让我觉得比较感动的是 我们好多表演艺术家 全是上海的本籍演员 他们给我讲了很多很多 上海的过年怎么过 相亲结婚怎么办酒席 点点滴滴的这个细节 补了很多课吧 最后我觉得完成得还不错 我们越是看到回报收益 最大的时候 就越是要冷静下来分析 而不是盲目地追踪 股市的风险也就在一次 我就一直感觉大普通 是我从业以来 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作品 特别自豪 陈梦雷算是一个从财经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演绎到金融的职业精英吧 算是一个职场女性 Come on you took a 15-hour plane ride from Shanghai to New York City 所以我欠了谢谢 那是因为你说 这个国家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能延迟我们的发展 其实我个人的英语 是在生活中 是属于一般的生活交流 没问题 但是金融方面专业 我真的是不是很新 所以每一次每场戏 我说马上请教我老公 说这个在你们金融的专业里面 用这个单词是会不太准确 然后应该怎么样 又让它口语化 这个是真的是选择 上面做了很多功课 您说的对 但我今天要跟大家谈论的 是关系到北方集团的未来 乃至于前途 我谈论的问题 是和北方集团息息相关的 张博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演员 我跟他是第一次合作 他也是对剧本要求很严格 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大胆地去创作 基本上每天我们收工以后 晚上都会下来讨论剧本 一只股票的价值 是由发行这只股票公司的前景 和利润所决定的 综合考量 我向您推荐预言商场 演员其实是一个文化传播者 也是一个正能量文化传播的一个载体 给观众能够传达一些不一样的 有可能他平时看不到 董事长 这是我跟您提过的 香港回来的 与您公司董事长 谢天阳 谢总 董事长 谢总 我应该称呼 Mr.谢 守住本心 不忘出心 用自己的努力 过别人的生活 这就是演员的日常 我是张博 我在星推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